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鲜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346集水下之物 文兽胸目一闪,身子如流星一般轰然落下 砰的一身,撞击在一处防射内 巨大的口气闪烁寒芒 停留在房间内一人身前三寸之外 那人正是中年文士 此人望着眼前巨大的口气 直接身子一歪,吓晕了过去 文兽嘴巴一动 叼着紫人飞到王林身边 向地下一扔 中年文士一摔之下 立刻清醒,面色苍白 双眼露出恐惧之色 此处水牢,你们是如何发现的? 王林沉声问道 仙长,这里很多年前只是一片黄山 一次地龙翻滚后 此山碎裂,形成了这么一处地方 这地牢也是在地震之后出现 里面散发恶臭 大当家的当年一看,认为是个官人的好地方 于是这才把这里当成地牢啊 中年文士颤抖着说道 王林抬头看了看山峰 山体上的确有一些被岁月掩盖的断裂痕迹 显然此人没有说谎 如此一来,事情便明了 这山峰怕是在无数年前就是镇压那海谷之处 无数年后,一次地震震出了一个缺口 使得那海谷重见天日 可是,他到底是谁呢? 王林右手一挥,示意中年文士离开 随后目光闪动 沉吟少许后收起心思 不再去考虑这个问题 而是专心地思考自己该如何恢复修为 水中的极品灵石已然快要废弃 提供的灵力越来越弱 尽管这种弱的程度还需要无数年后才会降低 但此刻却是无法再满足王林的需要 他盘膝坐在地面上 一拍储物袋 顿时三块极品灵石出现在手中 放置身体四周 再次地幕打坐,吐纳起来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 转眼间又是三个月过去了 距离王林离开楚国已经有了大半年的时间 此刻,披卢国进入了冬季 寒风吹舞,山风袭鼓 山寨内的那些喽啰 已经快半年没有下山了 好在山上的余粮不少,但也可以过冬 王林在这三个月内始终一动不动 静心打坐 不断地吸收极品灵石内的灵力 从而在体内积累灵力的同时 准备一股作气 打开封印与意境 他的修为啊 在这三个月内极品灵石的帮助下 恢复到了宁气第六层 文兽始终守护在王林身边 时而胸目看向远处 那里是楚国的方向 他有些想念雷蛙了 别看他与雷蛙时常针锋相对 但这般时日不见了 却是想念了起来 这一日 王林睁开双眼 他目光如电 闪动之下一拍楚无带 再次拿出五块极品灵石 放在身体四周 沉默少请 他摸了摸脸上的茶痕 眼中闪过一丝果断 二话不说 他立刻再次合上双眼 疯狂地吸收八块极品灵石之内的灵力 这些灵力在他身体外凝聚成形 此刻的他 全身散发阵阵清光 一股清灵之气 不由自主地弥漫开来 随着他体内的灵力越来越多 王林低贺一声 立刻把体内相当于宁气气第六层的灵力 顿时运转开来 与体外的庞大灵力同时移动 向着身体撞击 这一刻 王林的身体就好似一块铁板 体内的灵力好似一个小锥子 体外的灵力则是大锥 两个锥子同时轰击在铁板上 想要打出一个共通的缺口 阵阵轰击中啊 王林面色越加苍白 他脸上的茶印顿时闪烁黑芒 居然诡异地蠕动起来 远远看去好似阵徒在转一般 每转一圈脑 便有大量的灵力被生生吸扯而去 王林猛地睁开双眼 目中露出一丝犹豫 但立刻便被坚定代替 他深吸口气 从储物袋内拿出一块白色的玉石 这玉石出现的瞬间呢 四周的天地灵力顿时一暗 居然纷纷让开 咸玉 吞下此物等于是吞毒一般 但此刻身体封印与茶净 也算是一种毒 一毒攻毒是目前最快地打开缺口的方法 王林沉默少许 拿起仙玉 生生掰下拇指大小的一块 含在了口中 在仙玉入口的瞬间呢 一股庞大的仙力疯狂地在王林体内游走 骑士如虹 滔滔震天 他体内的那些灵力立刻被冲散 与仙力相比 他们实在是微不足道 有过一次吞噬仙玉的经验 这一次同样的感觉传递而来 王林目光平静 宁神吐纳 操控这些仙力 疯狂地向着封印与茶净轰击而去 一次 两次 三次 每一次撞击 王林的身体变回一颤 但他脸上的茶痕 却是颤抖更大 甚至出现了细密的裂纹 甚至在他坐下之地 在一次次体内先例撞击中 也出现了军烈的迹象 向着四周飞快蔓延 有一些巫射被波及 立刻坍塌 风一吹 化作飞灰 消散一空 只听咔咔几声 从王林的身体内 传出几声碎裂 紧接着 他脸上的茶痕 漠然间有十分之一 出现了碎裂 慢慢地从他脸上脱落 在脱落的瞬间 一丝丝黑气从那里飘起 在王林的头顶 凝聚不散 王林面色苍白 嘴角留下鲜血 但他的目光却是明亮 此刻的他 脸上的茶痕与封印 终于在鲜玉的轰击下 有所散动 出现了一个缺口 这缺口一出现了 顿时 一股庞大的灵力 从外界鲜玉内 轰然涌入 在王林体内游走 与此同时 他身体内的原神碎片 也在一颤之下 慢慢收拢 虽说没有恢复 但却不再消散 王林立刻闭上双眼 安静地打坐 三天后 天空一片昏暗 雪花飞舞落下 覆盖了整个山峰 远远望去 银庄素果 好似雪山一般 这些雪花落在王林身上 在三尺之外 立刻融化 渐渐地 在王林身边 形成一个环形的水痕 他的脸上 插镜的痕迹 不再如以往那么重 而是略有消散 王林睁开双眼 目光炫耀 目光炫耀有声 消散了十分之一的茶痕 封印也有所松动 修为恢复到了 逐期初期 如此一来 楚无带内的很多法宝 确实可以勉强使用 再加上文寿 只要不是遇到 拥有意境的化神修士 便不会有危险 只是 之前吞下的那块仙玉 已经是身体能承受的最大量 如是继续吞下 怕是封印尚未打开 自己便先一步被仙力 化成了灰痕 现在只有争取 尽快达到结单 到了那时 应该还可再吞一块仙玉 看看能否一股作气 把封印与茶经消除了 不过 积品灵石毕竟有限 如此下去 倒也不是长久之计 需要找一个 灵力充足的地方 才可安心修炼 无论如何 九年之内 我也要恢复修为 王林沉默少许 目光一闪 身子立刻飞出 落在了文兽之上 文兽立刻欢呼一声 拖着王林飞起 王林低头看了这火云寨一眼 杀了那魁梧汉子 与刀疤脸后 他的一口恶气 也出了大半 一拍文兽的大头 文兽立刻身子一动 向前呼啸而去 慢点 王林面色一变 他的修为只恢复到驻击初期 无法承受相当于原因后期的文兽的权力速度 文兽立刻委屈地慢了下来 黄缓飞行 坐在文兽背上 王林拿出地图预解 仔细看后 目光投向南方 那是毗卢国 炼魂宗所在 朱雀大陆 毗卢国三大宗派之一的炼魂宗 其内的灵力 定是极为充足 之所以选择炼魂宗 是因为在毗卢国 这炼魂宗是唯一一个比较奇特的门派 这个门派的弟子 核心只有几百人 而外围弟子 则是数以万计 与毗卢国其他两个门派相比 炼魂宗的核心弟子 是最少的一个 但这三派实力 却是均衡 能以几百个核心弟子 便做到这一点 除了炼魂宗的 功法法宝特殊之外 与核心弟子的修为 也有极大的关系 炼魂宗 从来不会主动在凡人之中 收童子为徒 想要进入炼魂宗 那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先成为外围弟子 外围弟子每隔三年 便有一场大比 只选择一名成为核心弟子 同时啊 核心弟子中也进行着淘汰制 即便是进入其内 也有可能被淘汰出去 成为外围弟子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上缴一定数量的零食 便可获得一定期限外围弟子的身份 在炼魂宗山门之外 有数座大山 这些山脉的灵力 比之外界都要浓郁数倍 这里便是外围弟子的所在 说是外围弟子 但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花费零食 租下一处洞府修炼而已 炼魂宗的这一做法极为特殊 在朱雀星上很罕见 只是却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 正因如此 所以王林才会选择炼魂宗 这些有关炼魂宗的消息 在地图预检内记录的极为详细 按照王林的猜测 当年卖给他地图预检之人 恐怕曾来过这炼魂宗 当过一段日子的外围弟子 披卢国毕竟是五级修真国 其内修真家族众多 这些修真家族 依附于三个宗派存在 每隔十几年便会派送弟子 去三大宗派 这些修真家族的弟子 并没有什么特权 身份也不尊贵 除非天资极为惊人 否则的话只能从底做起 王林坐在文兽之上 七天后来到了炼魂宗山门所在 距离那里尚有千里之势 王林便把文兽收取 从楚无带内拿出一把普通的飞剑 操控之下化作一道流星 向着炼魂宗飞去 时间不长 炼魂宗遥遥在望 只是在距离几十里之外时 一道柔和的波纹 无声无息的扩散而至 阻止进入 王林知道 这一定是炼魂宗 常年散开的护山之阵 连忙收起飞剑 身子落下 就在这时呢 忽然 一道紫红之芒 从王林身后的天边轰然而来 带起强烈的破空声 呼啸中一股狂风袭来 四周山林树木纷纷晃动 发出沙沙之声 那红芒林静后啊 化作一个红发老者 此人面不齐异 口鼻极大 但双眼确实很小 看起来颇有一股吞天的感觉 王林看到此人之后啊 目光一闪 立刻恭敬地站在一旁 那老者踏步之下 正要进入炼魂宗 忽然转过头 扫了王林一眼 轻一一声 在他脸上的疤痕上 看了看 喝道 你是哪个门派的弟子 王林连忙恭敬地说道 弟子是个散修 想要败入炼魂宗 成为外围弟子 老者看着王林 点头说道 散修达到铸鸡期 倒也不易 你是想成为我炼魂宗外围弟子 寻一处闭关所在吧 王林眼中露出敬畏之色 连忙说道 弟子却有此意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妮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